因為今天是聖誕節 所以我有幫大家準備聯合 聖誕帽 滾滾主公大家好 同台組合回來啦 欸 同坤一 台主 季造行 上台一集公 欸 我們現在改行做脫口秀節目了 沒有啦 今天我們要來PK賽 欸 觀眾朋友們最喜歡的PK賽來囉 不過 既然對手是洪坤一 請問一下今天哪裡不舒服 OK 沒有啦 我今天很舒服 我還要實現觀眾的願望呢 沒錯 上次女學員Rita 參加我們的節目播出之後啊 觀眾們就在許願 希望可以看到我們兩位的弟子 來PK一下 唉唷 好 那我要勇喜 洪門 我的得益弟子 Jack 欸 我 欸 你在這裡 各位觀眾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Jack 師誠洪師傅 我接觸保齡球 到現在剛滿兩年的時間 從打公球的時候 就是打飛碟球 那也在半年前 購入了自己的第一顆球 跟第一雙保齡球鞋 在兩個月前加入鴻門 到現在兩個月最高分238分 耶 就說這個238 就是前幾天打出來 沒錯 就是上禮拜 唉唷 看來自信滿滿 沒關係 我也要派出 我這裡強悍的地址 有請 傑瑞 喔 每個出場都這麼浮誇就對了 對 大家好 我是傑瑞 我曾經打飛碟球 目前球靈 不知道 從小開始打了 那現在失誠 台族 直球練習中 蛤 直球 打得贏嗎 你認真 打打看就知道囉 欸 你怎麼看不起直球 唉唷 這麼厲害 來 熱身 上 自己非常喜歡打保齡球 買了自己第一顆球之後 練了飛碟球 但是分數還是非常的不穩 所以想說 抱這個教練課 看看自己哪邊有不穩 那學了教練課之後 接觸了一些 步伐 節奏 那出手的感覺 跟出手的順暢度 流暢度跟白當的動作 才會發現直球其實也 本來蠻好玩的 因為你越摸索 會發現直球其實可以做到一些 也許進階球 我們做不到的東西 我會想要繼續把直球練到好 那進階球 之後再說囉 欸 熱身完了喔 因為今天聖誕節 所以我準備的禮物 聖誕帽 而且還有四個 對 所以是我們也要戴 對啊 都要戴 然後 還要戴著打球 我們JAK第一次戴這個聖誕帽打球 可能會失場 言下之意是已經幫JAK找到你喔 果然是個好師傅 我都有傳 你有沒有傳 有喔 欸 話說昨天聖誕夜 我收到一位很像聖誕老人的支持者的禮物 這個禮物 保齡球 雙球袋 保齡球 這個運動很奇怪喔 我們打著打著 球就會生球 越來越多顆 所以我覺得 他們在打下去 一定會用到這個球袋 真不好意思 那我代替JAK 謝謝你啦 欸 說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解瑞的 話不多說 來 打打看 打打看就知道誰的 好 好 好 來 試試試試試看 走 走 走 好 我要戴上 戴上 戴上 帽子戴好了 誰先 欸 落的先啊 那就我啦 唉唷 這麼謙虛 欸 不錯 果然是鴻門的 你看 不過我們節目啊 先打的 輸的機會都很高耶 沒有啊 這鴻門不會發生 鴻門不會發生 好 來 來 開始 先禮後兵 鴻門就穿紅色的 我們看看 JAK 能不能 一馬當仙 催淚有沒有 這樣沒打 不錯喔 鴻師傅的學生 第一球催了 球兵都飛起來了 因為我剛才跟他說 不管了 我們就是個獵豹 獵豹 看到獵武搖了 因為現在是在戰爭 獵豹 衝太快 會不會撞到牆壁呢 不會不會 沒有 不會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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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自信 你看他 我覺得 這是 喊這麼大聲 就是沒有自信的表現 你看人家就在怕 被發現 你看 一出去那個角度 有一點點朝向水溝 後來連性被回來拉到10號里 真的 看看我們 能不能有後攻的優勢 後攻 後攻加力三線 後攻加力三線 看來有一點點緊張 那個出手的他很急的 有之前很多前輩都打球要跳 那個每一個節奏都藏在那個TEMPO上 然後五步的感覺 節奏 一 二 三 四 嗯 多優美 可是沒有打到 沒關係 節奏對了 慢慢就會回來 看你們的獵豹 對 對 爆拳 這現在是爆拳 爆拳 這個是爆頭 不是爆拳 其實這球應該就是有點黃色 沒有注射 因為如果有注射點不黃色 嗯 不錯 順 哎呀 可惜 對手也發生了失誤 節奏這時候恢復的話 還來得及 通常是不會有恢復的 哎呦 錯 這種節奏你跟我說不會恢復 看到沒有 順暢 球有力 這一定都是 老師的功勞 自己說他不會造成 先浮浮波喔 真的打第一個都怪怪的 怎麼突然就打個三次了 哎 很好耶 很好耶 哦 手都贏起來 漂亮 一 二 三 四 哎 不錯 這個基本準度啊 留下六號 十號 人往左邊站六塊板 打同一個箭頭 不要想太多 把動作做好力道一致 就會解敗 順順的各螺 好美喔 事情不是說有人想像這樣 現在兩位是個位數的差距 但是先攻的Jack 是拳倒 保齡球最傲慢的地方就是 你拳倒如果連續一直貼 哦 分數就是 對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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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一球能不能 注釋的目標 哦 不錯喔 哦 唷 好 手又贏起來了 不愧是鴻門抱拳的傳人 我看看結瑞 能不能把握其分 哦 還不錯啊 台灣首部 Good timing 非常好 哦 更快 哦 這球漂亮 漂亮的延伸 漂亮的 timing 這個完成得非常的好 現在大概是個位數 五分內的差距 大家要不要吃雞排 火雞我就罰了 就顧我 沒有來發一下雞排囉 為到觀眾的福利 發了 啊 啊 可惜 不愧是鴻門的傳人 為到要給你升級 沒關係 觀眾朋友 這球失誤絕對不是捷克的問題 是什麼 是 農事部 最近手頭比較近 那個基本上是五解 啊 一隻也不要 啊 射門就沒有道理了 哇 這下緊張囉 這差不多囉 捷瑞剛剛是全島 這時候如果捷瑞再來一個全島 你黑箱邊 抱拳 貓拳都沒有 一 二 三 啊 又有點急 啊 手舉起來 可惜 留下了六號筆 發一點點耶 但是感覺它調得還不錯 就那個 timing 會越練越準 這一球很簡單 跟剛剛一樣 往左邊站六塊板 動作做順暢 剪起來是完全沒有問題 一 二 三 四 好快 好快 衝超快的 唉唷 好你加索 好你加索 喔不是 講反 講反講對都不重要 截起來就重要 偷人家給人家講錯 到了中場時間 趕緊 有什麼要提點的 就是趁現在 好 OK 這樣 那不是我就是這樣 就是往中間塞 對 也不是我就是往你的點丟 是 就大約丟 已經在比賽了 OK 因為你看 你的圈套已經出來了 其實第五個那個可惜了一點 我心中沒有輸你 就是點而已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心中沒輸你 好 這樣 選手 還可以嗎 力道不錯 力道可以 力道太大力啦 小小啦 我們把動作做確實就好 剛剛前面有幾球打得很好 那有幾球又擠了 手揮起來的時間太快 那就是可能打得會興奮 那我們在打球的時候 就是要求自己的心態 平穩 拿出平常心 把自己的實力發揮出來 本來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不要在比賽的時候特別出力 所以一樣是站穩 手順順起來 經過你的健康 不要踩下去 手就要揮起來 好 你再甩 你後面就會失誤 我看你穩穩的打 你的成績就會越來越倒 加油 期待你的好表現 好 下半場 下半場開始 現在的比分 大概是差一個Mark 等一下我們會存到 所以還好 我們大哥最強的呢 就是心理健身 他深信著自己教出來的學生 不會輸 好 再看這一球 抱拳 不錯 還可以 你覺得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除了點沒有加到 是不是他的力道有什麼地方 你覺得不滿意 他的擋板不見 擋板就是 左腳跟右手的時間 對 左腳先踩好 手 在這邊 他就會有一個擋板的時間 對 對 如果你的左腳跟右手 差不多時間 或者手比較快 你的左腳 就沒辦法給你的 對 冷方降氣 那就會失誤 這就是所謂的擋板 沒錯 所以手腳的配合 是非常重要的特點 來 看點 對 結舊不錯 但一點應該沒有下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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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擋板的 第一時間5號7號站著 然後第二時間 一隻少兩隻 等一下這球有做水 才會有這個效果 欸 看起來不錯哦 漂亮 哦 OKOK 近點跟力道他有什麼不錯 力道對我來講 虛的點 他沒有把那個手的完全力量 灌在球上 那要怎麼樣 那可以公開什麼 就是你 完全的伸直 向前向上 那他剛剛是辦了什麼時候 他到三分之二的時候 就抬前 對 就是我剛才講那個四格嘛 他就少 以前的影片有講過 你的延伸要做完 才可以把這四排打倒 對 不然的話那個球沒辦法 打到後面去車 對 然後我們一直很強調延伸 延伸 延伸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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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三格差不多了 八九十逆轉 就有時候前面發生的失誤 就會容易跟著你玩 那尤其是像 他們比較沒有比賽經驗 對 那就可能 但是現在我們教練 不可以給他指示 那他就會 一直去想著剛剛的失誤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 會打順手球 我手感好的時候打得好 我手感不好的時候 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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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那就是心態 需要多一點經驗 沒錯 喔 TAMMY也很好 有機會喔 可是來了一個不好的境點 但沒辦法 打直球 最怕就是正中直球 紅中 就是為什麼人家講說呢 進階球度是 飛階球跟曲球 因為他給球的角度 進平的角度不一樣 他可以增加他的拳倒力 以及 讓那個 開花率稍微再低一點 失誤率變低了 那直球的話呢 就是 最怕你從中間 進去了 然後就很容易開花 這球留下了4號6號 這個 非常非常難解決 千分之三 極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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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極寶 沒有極寶 喔 還不錯 那這球 感覺還蠻大力的 如果那個球 噴到後面擋板 彈起來 那就有機會 那千分之三大概就是這樣 對 發生的啦 不然他其實是沒有 機率去 碰到 因為他兩隻是平行的 要很薄啦 就是剛好切到 一咪咪咪 對 而且 你光切到你力道 也是很夠 所以很難 好 1 2 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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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Jack來講 現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態 調整好 可以把動作發揮到平常訓練的能量 把6號筆給寫起來 不錯喔 OK 順暢順暢 這球真的比較好 我們剛剛在演練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有時候因為太緊張 手都會 比較卡 那現在能夠在 有 播出的情況下 手不要卡 能夠把動作做完 這其實就是一種進步 對 代表他們已經習慣了 有機會 想立志成為宣鬥的人 還是要多參與一些賽事 給自己一些比賽的經驗 先當炮灰 我們以前也是當炮灰籃 大考驗 我知道 我常常跟大家講 我們欠素材 就欠這個 它是不是比較開嘛 放便頭 達到5號坪的極薄處 極薄 真的 Yeah 那我缺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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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點風險喔 喔 差一點 怎麼點那麼準啊 嚇死我了 再次有稍微 右邊一點 運氣再差一點就開了 其實 調整的也還算不錯 那其實 比較重要的是 把這格截起來 其實打球不要想太多 把自己當下 待坐的事情做好就好 OK 決陣第十格 對 教練最後的指示 Jack又贏 就要靠這第十格了 真的 要贏就要靠 腳車 要緊張 加油喔 看你能夠生出什麼把戲 好來 最後一格了 一樣 什麼都不要想 打住就對了 沒問題 也不要頓丁 不要多想 因為多想你就會身體僵硬 真的 一切交給上丁 好 謝謝洪師傅 目前感覺怎麼樣 是有放開的 但是 對 還沒有打到我想要打到的重點 我覺得你的狀況已經不錯了 就是 大概把我們平常的實力 發揮得滿接近的 那就是我們即將進入下一個課題 也就是配速 你其實要看的是你的球進去怎麼拍 撞到球瓶之後它怎麼跑 那現在剛剛那幾球看得出來說 球的延伸其實比較浮 它並沒有往裡面鑽 所以其實這時候配速就很重要 也許它需要的是你的手 再順暢一點 再靈活一點 讓那個球尾可以跑出來 因為今天球道的油 油量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的球 抓不住的話 它不會加速 效果會有限 那我們就看第十顆 看看有沒有機會 至少再拿一個拳打 也是一個對自己的交代 加油 好 最終回合啦 能不能KO擊倒就看現在囉 緊張喔 好 來 決戰第十個 哇 緊張緊張 刺刺刺刺刺 有沒有 是不是 力量打去前面 來囉 球真的不一樣 它的那個球沒關係 活潑起來 因為它力量打去前面 如果你沒有延伸到前面 你的球就是 轉完 用撥的 那就是很美麗 就變兩段 就是謝秉諺說的 又是洪大哥之前影片教過的 你打不到第四排 對對沒錯 你的球的延伸 如果 延伸做得不好 球就很淺 就沒辦法往後面擠 兩隻 好 力量打去前面 力量 力量 哦 你看 不錯 其實你多一次經驗 你的等級就會一直升高 你要去珍惜你每一次打球的七種 哦 哦 又調了一點點 絕對的球 靠我還是蠻好的 你要14磅 哈哈哈哈 哦被你發現了 我剛剛有去看了一下的球 對 要刺探一下敵情 絕對也是從11磅直接升14磅 可惡手的指動跟卸跳的動作 其實14磅對他來講沒有什麼負擔 哦 哦 主體一把 哎 不錯不錯 可是直球沒辦法 直球能夠控制到這樣的進點 已經算是很好的表現了 也許這就是他的下一個課題 結果下一個課題呢 就是看到球的顏色 去調整自己手跟球速跟血短的配速 第二個可能他可以去練不一樣的進點角度 就是可能打斜一點點 去減少開花率 好啦我們畫面來結束了 不錯不錯不錯 好啦 好我們的學員PK賽結束了 恭喜傑瑞會得我們今天聖誕大賽的冠軍 耶 那也想請傑瑞說一下 你今天作為聖誕大賽的參賽者的參賽感言 錄這個激累又緊張 哦 對上了場 瞬間剛開始什麼都忘了 對 看這摸了球之後 就要開始慢慢回想起 平常練球或是教練課上課 教練所教的每一個動作 所以中間那個教練課的提醒跟叮嚀 其實是很有用的 而且教練課真的 讓我覺得在打球的時候 慢慢複習這些東西 讓我剛才在回復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差很多 恭喜傑瑞獲得我們今天的球帶 那相信你的球呢 會勝出越來越多的球 那就可以拍得上用場 那我們今天的第二名 Jack想請問一下你今天參賽 是不是很緊張 我從前天就開始緊張 也是很好的經驗 因為我從來沒有就是參加過任何比賽 保齡球是我跟我女朋友每個週末 約會的固定行程 越打越有興趣之後會發現分數都上不來 那也後來都分別買了自己的球跟鞋子 但是還是起起伏袖 那時候就是我也是滾滾足弓的粉絲吧 也有關注到教練課的訊息 結果去了一堂紅師傅的體驗課之後 然後那個週末跟女朋友去打球 發現哇差太多了 最後當然有習慣你的 但是還是不及結尾的狀況 也恭喜你獲得我們今天的第二名 對對對 然後緊張的話呢 我們有為你準備了一個乾手球 因為這個有時候打球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剛剛打球是不是會出手害 保齡球的用品呢 裡面有一個就是乾手球 它其實不是粉末 它是有那種會吸水珠的那種概念 所以它會讓你手中的濕氣少一點 減少你出手可能會滑掉或卡球的幾率 那就希望你的球技也可以越來越進步 我們今天是在17PLAY的新裝館來比賽 來拍聖誕企劃 那球館知道我們今天是要拍聖誕企劃 所以準備了兩件球 送給我們的參賽者 讓你們打球的時候有球衣可以穿 然後這個是17每年會出一款 他們當年度的球衣 這個是2020款 然後每個月17號來這裡打球 穿這一件可以免費打五個小時 那因為明年的球衣還沒做好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自己去預訂 那今天的聖誕大賽 兩位新朋友來體驗我們的比賽 那相信觀眾朋友們在電視機前面 也體驗了很多 或跟他們一樣的緊張氣氛吧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們今天的聖誕大賽 真的 希望之後也會有更多比賽可以參與 一起參與也跟大家一起參與 好喔 希望我們之後會有更多的賽事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今晚是2020最後一集啦 沒錯 我們祝大家夜段快樂 新年快樂 喜歡我們的來幫我們按讚 也可以留言祝福我們 鼓勵我們 2021呢 有大家絕對不想錯過的企劃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訂閱我們呢 記得訂閱起來 如果你們認同我們推光體育 以及推光保力球的努力 也歡迎你們成為頻道會員 為我們的創作提供更多的助力 看到去香港的那一集 台主在後面的那一段話就是感動了我 那時候還沒有VIP製作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要支持這個頻道 VIP推出的時候 我也就是馬上做出了行動 那希望台主可以更努力的創作 祝大家平安健康順順利利 好我們明年見 掰掰 今天這場學員PK賽 應該對我們來講都很有意義 因為我們之前推動了教練制 那也實際在教了很多的學生 那看著學生的成長 你自己身為教練 我想問問看 這件事情對你來講有沒有什麼收穫 教練課對我來講就是 讓我找回打球那種感動 因為我們以前在打的時候 我們逛那個拳島就很High嘛 然後喜歡那種 整群的人去打球啊這樣 等你當選手的時候 就沒有 是孤獨的 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要為自己負責 然後為國家負責 那現在來當教練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的成長 看他們突破自己高分的時候 好 就鬆了 這也是另外一種的成就感 對 教練課這件事情 社會上有什麼樣的批評 還是說有好的有壞的 你應該自己有聽到一些吧 然後你怎麼來看這些事情 其實我聽到了評價正面的 比較多 因為我幾乎沒有聽到負面 可能是我選擇我也不要去 去關心這些負面的事 因為我覺得 關心 愛我們的人就好了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喜歡你 所以我們去關心我們愛的人 然後讓他們得到更多 我覺得這樣就好 所以我覺得評價這種東西 目前為止 上過課的學生都受藥在上 因為他們覺得 哇 真的差很多 對 就是 畢竟我們都是經驗很豐富的球員 然後可以減少他們受傷的風險 這件事情讓他們可以愉快的享受保齡球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很重要 對 就像我今天有發一個紅月 我要讓100個人平均200個 你看我們這樣就多了100個 幾乎是有機會的國手 對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都找我們 如果有更好的高手 你可以去請教他們 甚至他們來開教練課 我樂見其成 因為這個是很好的一個生態 就像韓國嘛 他們現在每一個女生男生青少年 都是去請教練來教他們 所以他們整個環境整個好起來 對 如果有更多的人來投入這個教練課 我覺得是樂觀其成 那我也覺得說教練課應該也是有分極致 就是也許在初學者入門的話 你們不見得要找到洪師傅 對 你們可以針對於就是對你們技術 可以比較直接的 究竟的 或者說依照你的程度去找到 合適你的教練 我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要讓它形成一個風氣 你看很多那種高爾夫球 羽球 他們都會收費啊 那他們的制度跟他們的選手 退下來之後 都會有個工作 會繼續在這個行業去服務 然後會讓他傳承 對 就不會形成所謂的斷層 那這個不是大家一直想要說 改善斷層的事情嗎 那大家為什麼不來推動 要來說 這是謀利的事情 對 因為如果退役的選手 他沒有辦法在這上面 有一定支持他的程度的話 那其實他也會做起來有氣無力的 對 而且如果他沒有教練課來支撐他的生活 那他只能去額阿米松 其實我們在教學 付出的時間非常多 對啊 而且我都是站著耶 我不是坐著在那邊指導 有上過客人的指導 我們是很認真真的在推廣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希望各位 其實是我同輩 或是說我們不同世代的國手 我們都可以來開始來教學 來讓這個圈子好 我希望大家把這個環境做好 因為環球圈是大家的 不是我同事父 或是顧問主公台主 是大家的